大家好,这是林录音说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 文字转语音和语音转文字 它们都是完全免费开源的 其实现在很多短视频制作 都使用这两种技术 省时省力又省钱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 充斥着大量相同声音的电影解说的视频 它们无一例外都使用AI技术 都需要借助我们今天要说的 文字转语音和语音转文字功能 首先我们介绍语音转文字功能 就是把别人的声音变成你的文稿 要实现这个功能 我们需要进入这款开源项目 如果电脑上有显卡的话 那么强烈推进使用它 不仅速度快 而且准确率非常高 下载链接我已经放到零度博客上了 到时候只要访问这个文章就可以了 打开以后 让街坊往下拉 然后下方有一个 OSP这个开源项目 我们点击下载 打开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它下载页面了 这边选择它第三个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OSP的桌面板 我们给它倒下来 给它放到桌面上 好 下载好以后 让街坊给它减压出来 然后现在把这个减压包给它上下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需要下载第二个文件 就是这个语言模型 我们先打开这个语言模型的下载链接 好 进入以后 它默认是英文的 如果不习惯的话 那么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 它下面提供这不同版本 这个语言模型 有这个精简版的 它大侠总共在75兆 还有这个技术版 小版 中等版 还有大版的 那么该如何选择呢 最主要看显卡的显存了 像这个精简版的 它显存大侠只要这个390兆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技术版的 它这个显存大侠只要500兆 小版的是1G 中等版的是这个2.6G 大版的是这个4.7G 如果你的显卡显存是5G以上的 那么进行选择它的大版的 选择更大的语言模型 它的准确度就会越高 这里我选择它的大版就可以了 然后这么点上方这个文件和版本 打开以后 然后就可以进行下载了 在这选择适合你自己的版本 我把这大版本给它下下来 这个最大语言模型 是总共有将近2.9G左右 而且比较大的 整个下载过程需要2分钟左右 我们先等它下载完成 好 现在这个语言模型它已经下载完成了 那现在我们打开这个VSport这款程序 我们打开它 打开以后 那既然我们需要把这个语言模型给它下载进去 我们点击下方这个三个点这个按钮 然后选择我们刚才下载好的语言模型 我们给它载入进去 然后这个模式我们选择GPU就可以了 这样速度会更快一点 在这个高级选项里 你可以自定选择你的显卡 你可以选择你的独立显卡 或者和弦都可以 哪个性能更好的话 那就选择它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OK 选择好以后 然后接着我们点击OK就行了 进入这个页面以后 然后在上方这里选择你需要转入的语言 选择好以后 然后接着我们载入我们需要转入的音频文件 或者视频文件都可以了 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这里你可以选择视频文件或者音频文件都可以了 它都可以进行转入 载入好以后 然后在这里选择输出模式 像第一个是TSD文档 然后第二个是带有时间线的TSD文档 还有这个SRT字母等等 这里我选择第二个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我们需要设置一下这个输出文件的路径 如果把它放到这个桌面上 然后文件名字为这个Alt路径 它是会输出个TSD文档 这么点击保存 然后最后一步 这个翻译功能我们最后把它关闭掉 因为我不需要翻译功能 把这个功能给它关闭了就可以了 全部设置好以后 那接着我们顶着这个转入按钮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开始把这个音频文件转成文字了 如果需要查看过程的话 那么可以过去一上方这个窗口按钮 就可以看到这个进度了 好现在它已经完成了 我们现在打个文件来看一下 几乎没有什么错别字啊 准确度还是非常高的 最关键它是不需要联网就可以使用的 这样不仅方便 而且不会受制于人 同时这款软件 它是支持实时转入的 你只要点下方这个音频转入按钮 然后这里选择你的麦克风 选择好以后 然后接着点击这个录制就可以了 因为我当前是在这个录制视频啊 所以我的当前麦克风是被占用的 是没法直接给它演示的 如果到时候你自己学的话 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功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监控密码中 看到这个录制的过程 录制好以后 我们给它保存在桌面上 然后转化这些文本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低脑上没有独立显卡的话 那么可以使用它的CPU版 就这个Visput的CPU版 CPU版它是可以支持在这个麦克风 它要求的版本是这个11.7 或者更高的版本 Windows系统的话 需要Windows或者更高的版本 这个Linux系统等等都是可以的 但是CPU版 它的速度或者准确度 是没法跟刚才这款GPU版相比的 通过显卡解码 它的速度和准确度都会更高 当然如果你实际上没显卡的话 那使用它CPU版也是可以的 到时候打开它的最新版本 进入它的下载页面 它里面提供到不同版本的下载 一个是Mac Windows 最后一个Linux版本 当然语音转文字 还有另外一种非常不错的方法 那就是通过这款解音软件来制作 相信很多的UP组都会通过这款软件 来生成自己视频的字幕 因为它的准确性和速度都是非常不错 使用动画也非常简单 安装好这款程序以后 那么直接打开它上方的开始创作 打开以后 然后接着点左上方的这个导入功能 这个时候你可以导入这个视频文件 或者音频文件都可以 打开以后 然后接着我们把这个音频文件 拉到这个下方的实验线上 接着我们点左上方这个文本的选项 然后在智能字幕这里 我们选择这个开始识别 这样它开始把这个音频文件 转化成文字或者字幕了 这个过程给它需要一分钟左右时间 好它现在这个字幕它已经识别成功了 你看它上面有字幕了 识别好以后 然后接着点左上方的导入功能 接着我们再选择导入字幕就可以了 把它音频导入功能给它关闭掉 导入格式可以选择THD文档 或者是SRD字幕格式都可以 我们给它导出来看一下 导出来以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应该是带有这个时间线的 导入看一下 就是它导出来的字幕了 它是带有这个时间线的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那么可以直接把这个SRD字幕 导入在PR或者是FinalCard里 进行剪辑就可以了 还是非常方便的 剪辑这个功能它目前是免费的 但将来就不一定了 如果它以后收费的话 那就选择我们第一种方法就可以了 那接着我们说一下这个文字转音频吧 文字转语音的话 那么建议大家可以使用这款 微软语音合成助手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我们只要在文本这里 输入文可就可以了 输入好以后 然后在右上方这里可以选择语言 这里面可供选择语言非常多 这种选择中文就可以了 然后在下方这里可以选择语音模型 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都可以 选择好以后 你要可以选择语音风格 比如说默认的 生气的 平静 开心 沮丧 不满 害怕等等 选择好以后 栏在下方这里可以选择语速和音调 音量等等都可以进行设置 设置好以后我们来试听一下 非常不错 合成以后 那么这个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音频文件 给它保存到地上上 这样的话 这文字转语言就完成了 传说在那古老的星空深处 助力着一道血与火侵染的红色之门 传奇与神话 黑暗与光明 无尽传说 接在这古老的门户中流淌 普通话比我标准多了 然后现在我们试下另外一个声音 比如选择另外一个云野吧 来试听一下 传说在那古老的星空深处 助力着一道血与火侵染的红色之门 传奇与神话 黑暗与光明 无尽传说接在这古老的门户中流淌 俯瞰星门 热血照耀天地 黑暗终将离去 年轻的李浩 身材稍显瘦靴 眼圈有些发黑 好像昨晚熬夜未眠 阴阳斗处 女妻子等都做得非常到位 然后就给它保存下来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传奇与神话 黑暗与光明 今天来晚了 黑眼圈都出来了 昨晚是不是去潇洒了 最关键是它里面带有不同的语音风格 在当时在解说不同的电影或者是视频时候 可供选择就非常多了 这需要说明一下是 当天这款软件它是有不同版本的 目前只有这个1.51或者1.52版本可以使用 其他版本已经失效了 但是需要说明一下的是 这款程序它是有这个一语言编写的 这个语言编写程序很容易被误报 所以很多杀戮人都会暴毒的 为了解长不必要麻烦 我就不给它提供出下了链接了 如果真想需要的话 一个自己去网上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而且最好跟我一样 在虚拟上使用 千万不要再组线使用 这样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